第三十二季第九集 今次我們要玩幻古戰技ARC-38 這個系列都蠻吃得開的 什麼都有的 玩可以變形的機甲、變車、變動物 變成魔界 容詢猛癌 癌懶 名字都厲害 這隻是懶 是樹懶 我們先說一下鼓仔 其實這隻是樹懶 但平時樹懶的感覺是否很懶洋洋 很慢 因為這套東西吸收了銀色水晶的力量 變成很反差 變成很快速的動物形態 很有趣 而且你看看它 因為樹懶現在更迅速了 它可以爬山、爬岩 可以搭載著駕駛員 令到他們的戰鬥力大大提高 性格有沒有變成暴淚 當然有 樹懶 你看看樣子多凶狠 很搞笑 有些幽默感 不好意思我又打斷大家 突然一看 什麼事 原畫是誰畫的 很漂亮 封面很漂亮 其實我現在拍攝那裏 反而是其他幻古戰技的敵對 它的畫風不是封面那個 是嗎 你看看 看著鏡頭 我又不敢肯定 因為不是在畫同一個 很高質 很漂亮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系列 早前推出了一個城堡機器人 其實這一個是他們的敵對角色 因爲他們有一個城堡機器人 他們不夠膽 就找了這些生化 生化 或者一些動物形態的 生化樹懶 去跟它抗衡 有些想法 現在看到這隻樹懶 背著一隻人在上面 其實主要是靠上面的士兵 有這把機槍 就是做一個遠距離攻擊 順便弄遮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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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而且它可以爬遮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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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它有一點幽默感 因為我好欣賢 因為樹懶很多人是喜歡的 因為有些動物是有粉絲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即是貓、樹懶 有些偏門的動物 例如村山甲、馬來蜜 都會出產品 因為很可愛 即是早期那隻羊駝 草莉馬 那些都是有 因為樹懶其實都是那系列的東西 它將樹懶做產品 因為樹懶就少這些玩具產品 將它變成一個惡夜 我覺得是挺搞笑 它的動性就不算很高 真的四肢 因為連這個手臂都忽略了 因為可能它想漂亮一點 對 想一看成形更漂亮一點 因為的確 如果你這裡開個關節 就不像一隻動物 就不會很漂亮 所以我都明白 還有 好像他所說 它也不需要太多可動性 其實這樣我覺得 拿個感覺 讓在旁邊 等兩隻 主要是你有一個可動兵 因為這個系列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人仔的可動性非常高 沒錯 就是人兵合一 平時跟機械人 車 今次跟動物 真的是第一次 人秀 對橫股戰技有興趣 或者樹懶系的朋友 或者是喜歡這些古靈精怪的 這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價錢就是420元 其實也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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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便宜 420元 那我們差不多了 我們就 好東西來的 待會見 有女兒了 到女兒了 那班 重女兒